CASIO 手錶的那個牌子 只是這個相機已經停產了 他們覺得不符合利益就停產了 這次有個地方 我在這邊的看 還在這邊的看 還好吧跟指定 兩側 等下要帶各位去的是西側密道 西側密道全長85公尺高220公分 在有些轉彎處呢他的高度會比較低 所以在行走时要小心不要撞到头 那等一下门打开呢可以看到一个滑梯 这个滑梯呢长达20公尺 那因为滑梯呢它没有减速的功能 它在滑梯的尾端跟地面又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为了各位的安全着想 我们的滑梯是不开放使用的 那等一下走到了出口处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金属门 那等一下请各位走到了金属门之后 就远路往回走 因为我们为了怕有外人闯入 所以我们特别在金属门上有加装警报器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贵宾在拍照的时候 不要去触碰到金属门 那因为我们的东侧密道呢 它跟西侧密道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没有滑梯又位于帮工处 所以我们都只开放西侧密道 那密道都是由钢筋水泥白杨灰制成的 它有防暴隔音的效果 等一下各位进去的时候可以往天花板上看 可以看到天花板有那个白白凹凸不平的 那个就叫做消音锥 那个有隔音的功能 那在我们的密道呢 还没开放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密道是通往士林关底 跟总统府的秘密通道 但其实呢 它只是个普通的避难通道 因为当时来访者 大多都是一些友邦元首 和一些重要人物 那我们为了它遇到紧急事件 我们想让贵宾能安全又快速的逃生 所以我们才特别规划了这个密道 那我们的等一下要去参观的西侧密道呢 它是通往建坛公园 那另外一侧东侧密道 它是通往北安公园 那密道呢 会比较 里面没有空调 所以比较热和闷 那等一下走上来的阶梯也会比较陡 所以等一下走上来要小心走路 那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景点 那我们导览时间到两点半 那等一下还有两个景点要走 那等一下先上来的 来的贵宾可以在这边稍等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下去参观了 哦 还有哦 隐藏式的门 有了滑梯 新走路哦 它做弯曲的应该是为了加强建筑的结构 还是要避免那个地质上的那个难开挖的问题吧 不过它这个通道 这个楼梯确实还蛮陡的 哦 到底了 哦 就这样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这条龙呢 是因为在1944年有一架日本的飞机 它也本来要降落在松山机场 后来因为高僧失事 它重上了神社 神社呢就是现在的圆三饭店 那当时神社都被烧毁了 只有这条金龙没有被烧毁了 后来它发现原来它是重制的 那在民国76年金龙兵改建池 才把它一起录为谨慎 这边呢就是金龙兵的屋红 那现在各位对面可以先往天花板上看 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格子的正中间呢 各有一个红色的圈圈 那红色圈圈的左右两侧呢 各有一条龙 你有看到吗 那要不要再看看天花板上的龙 跟这条金龙的什么差别 爪 不一样 对 天花板上的龙呢 它有五爪 这条金龙呢只有三爪 是因为在中国 只有历代的皇帝才可以用五爪的图案 那在民间呢 只能用三爪或四爪的图案 在长代时期 日本跟中国他们贸易往来很平凡 他们学习了很多中国的文化 那当时中国的龙呢 就只有三爪 那当中国出现四爪龙时 他们已经闭门锁国 不跟其他国家往来 所以日本呢 他们只学习到三爪龙的文化 而这条金龙呢 正是出自于日本人之手 所以他还只有三爪 那现在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在2009年 有一位黄小姐 她来到原山的金龙亭用餐 当时呢 她跟金龙许愿 希望能让她考上海关特考 后来她考上完 但是她却忘了一件事情 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还愿 对 她忘了要回来还愿 后来呢 她就梦到金龙 她才想起这件事情 于是她就带着金锁片 要回来上金龙还愿 那有没有人要猜猜看 现在金锁片在哪里 可以绕一圈看看 真的吗 对 我们要不要国库打 打先示范 金锁片在哪里 打得这么好 看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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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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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 阿姨桑架 蜂蜂鳶 牙花的外圍 蜂蜂蜂 蜂蜂蜂 對 蜂蜂蜂 蜂蜂蜂蜂蜂 蜂蜂蜂蜂蜂蜂 öd眼神 現在在遠山用餐 這是下午茶 甜點看起來不錯 甜點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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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雞 這餡餅很好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